早上好 现在是大概早上9点多的样子 我吃了早饭 我今天是大概7点起来的 然后吃了早饭 昨天晚上很机智的预定了今天早上的早饭 7点送到门口 整天是开心工作忙碌的一天 我们要去参加Burberry的活动 是我们印堂的三人小分队 我谢谢您和亦凡 我们先来了 然后今天就是会拍一些小视频 然后还有一些拍摄 这类的东西 你期待 这个是我今天的早饭 这是一堆青纸 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有食欲的样子 所以想尝试一下 这个健康的 一 一个美好的一天健康的打开方式 来干杯 感觉像在喝 感觉像在喝什么毒呀 它里面是有黄瓜还有青 这是什么 是不是 它应该是有那种 那种解那种清热解毒啊或者是反正是好的作用吧 我觉得 想伸出来也要做一个伸展 其实以前我现在 就也没什么时间健身 没什么时间拿伸什么的 但现在 就因为 每天早上 有时候 因为睡得很少睡得很不晚 可能基本就睡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的 然后第二天很早又要起来就是装发 就基本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听到闹钟的话 就听到的是经纪人姐姐的电话声或窍门声 想着快点起来去装发了 就 我都没有时间去 说吃早饭 或者什么 我更别急 去做 倒了什么的那种 运动啊 什么的拉伸 不要想 不要想 一天也没有什么时间健身 我以前对自己练身材的这个幻想 已经慢慢的没有掉了 健康的人快乐多 上班了 今天发型怎么样 我不想到族 什么 待会等 我们等待会等新一年完事 我们一起去打开上班 哇 这要是我家该多好 欢迎来到我家 随便挑随便选 哦 镜子里是谁 是哪个大美人 哦 是我 天呐 我要是家里面有这样子的 储柜就好了 来带你们找一件衣服 找一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件衣服 看看 眼熟不 有没有 有没有 回忆杀的感觉 还记得这件衣服在哪里见过她吗 曾想过离开 你这种方式存在 是因为那些小袋 那些自带 那些小袋 这是我总比赛的时候 想查理 啊 嘿 感谢Burger 从创造人 22年开始 就在照顾我们 今天好开心 可以来一包衣服 对 对 对 有没有 我 在一个小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